Hello 大家好,又是我Anson 今天我準備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首先放下這塊東西,拿到手軟 這一條的變身腰帶簡直是怨念之物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件本身是火黑板 它原本呢 譬如Karmen Rider Black 是86、87年那段時期的片集 那條腰帶應該是那段時期出的 到香港播放那段時期 我還是很小 所以基本上我是沒有見過的 在香港我自己 可能因為那時小時候你都不會留意到 就算留意到,我相信那時候我都不會有錢買得到 因為到我可以自己用零用錢買到的時候 已經講的是RX那條腰帶來的 那時候我剛剛已經是初中了 所以這條腰帶我一直是很希望可以得到 就算往後見得到有舊那款的話 其實那個價錢都已經不便宜了 而同系列呢 我記得還有一個 Black Figure 即是我在說當年那一批 還有一架 Nordor Sector 即是那個羅特一號 同樣都是 接收了這個TV Power 之後 它是會動的 在小朋友那時候聽見 是相當神奇的東西來的 那現在這一條腰帶 我一復刻回來 那我總算可以擁有 亦都可以試一下玩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盒 那上面有很大塊這個葉在這裡 那大半身的一個Black來的 可以看到是 那寫著說會回轉 會發光 可以因應電視而變身 那至於盒的正前方這個位 那我沒有記錯的話 以前那個應該是開窗位來的 那現在這個沒有 完全密封 那這張也是照片來的 那DX Hensin Bellator 那這個單三電池要三顆 要自己額外買的 那看完後面 這塊葉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那純粹就是 看回這裡的介紹 那這一版的看法 就是它這裡有四個按鈕 Main Button TV Power Action 和Flash 那各自各 就指去某一張圖 就告訴你每一個按鈕 對應是做什麼 那譬如最開面Flash這一顆 那一類連上來 那它這個燈就會閃 那另外TV Power這個 那連過來 就是這一幅 那就是說你對著電視機 電視機播這個變身片段 那它就會有反應 那另外這一幅圖就說 那如果你有其他TV Power 的商品的話 那它應該是有一個連動的 那但是它這次伏黑這一批 都純粹是腰帶的 那就是好像這幅圖 那樣大家一人藍著一條 那樣 來看我眼對面 變完身一起響 那樣 那其實有沒有人會這樣玩呢 那盒子我們就看完了 我們是時候開盒 看看裡面是怎樣了 好啊 好啊 那一在這個盒子裡拉出來 就看到這個 啊 是黑的變身腰帶 我恨了很久了 那它雖然是DX版 當然不是CSM那些 但其實尺寸我覺得又不小 OK啊 那接著呢 除了本身它這條腰帶之外 那就 額外還有一條銀色版的延長帶 那變了可以給成年人換上去大廈玩一下 那另外呢 當然就還有一張的說明書 那這次我這一套就是沒有那個 初衛限定的DVD 好像日版才有的 好啊 那前後兩版 如果這裏應該是三顆這個3A電池 那後面呢 也有教你怎樣玩的 那我先研究一下之後 再跟大家介紹 好啊 那我們就拆了包裝 現在我們就看看腰帶了 哇 那電腦是非常閃 基本上是反光的了 基本上的細節呢 都跟它原柱裡面的腰帶一樣 不過這些位呢 上面有些燈有顏色的呢 那它就沒有油到 跟以前那個一樣 那不知大家會不會有興趣自己補一些色 那但是這裡呢 你會見到那些的機器位呢 那它都做得很仔細的 那另外也都見到這個大的紅色圓圈 那好啦 至於上面呢 我們也都會見到 首先這裡呢 就有一個開關鍵 就分這個AB模式 的 或者我調轉給大家看 那這裡呢 就有一個TV Power的鍵 那用來著了它的TV Power的功能 那這個是一個Action 鍵 還有一個 一個Flash 鍵 一個閃光燈模式 那至於電池方面呢 那我就要稍微更正一下 那剛才我就說是3A電啦 因為我搞不清楚它那些什麼單衣的那些 那其實呢 是3顆的2A電來的 記住是2A電啦 那很簡單的 按一按實這顆鍵 那就可以打開蓋了 那至於這條帶那方面呢 那比較硬身一點點 那都是一般那些DX那些 腰帶的膠質啦 那它這一個圈呢 那我想一般成年人要帶 都有點難度的了 那另外呢 它還有一條的延長帶給你 那多多幾格啦 那我想就 那一般瘦瘦的朋友應該都OK的 我想我也是帶不到的了 那無謂嘗試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介紹一下玩法 那相信這個是大家最關心的了 那我們呢 首先呢 就去一個A的復刻模式那邊 那A的復刻模式很簡單 我們只要把這個開關鍵 然後呢 拍到A那邊 那會聽到Beat一聲啦 那基本上第一個玩法呢 就很簡單 那上面有個Action button 那我們就按一按它看一下 那大家會見到呢 那它的基本 那個腰帶呢 就會變身這樣轉啦 那以前復刻模式呢 就不會有其他的配聲的了 那只有剛才那些BeatBeat聲 其實以前應該連BeatBeat聲都沒有的 那但是大家看到那個轉的效果呢 其實都幾夠光的 還有呢 它的摩打聲都幾響的 那接著呢 我們就介紹一下它的閃光燈模式 那上面呢 黃色這顆鍵呢 就是Flash了 一個閃光燈的鍵 那怎樣閃光燈發呢 那我們按一下看一下 那你會見到這盞燈閃了一下 如果按實3秒呢 那就是有一個這樣的功能了 那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 那接著呢 應該是大家最關心那個TV Power的功能了 那我就發現了一樣東西 那它說明書就說 這次這一代呢 你就用任何的播放器來播 包括螢幕 電視 甚至乎其他的播放器來播 都沒有問題 它一樣可以收到一個訊號 那因為以前那一款呢 我沒有記錯過解釋 好像要那些大鵝龜電視 就是接收到它的閃光頻率 還是什麼 它才會有反應 那有些人後來用DVD 用手機去試是不行的 那我不知道那個理論 我有沒有講錯 我印象中是這樣 但是這個呢 它就說用其他的播放器都可以 那我曾經呢 就試過在電視那裡 就開Youtube 對著來播 是有反應的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這條片 好 看完剛才那條片段 看到非常順利 但是後來我看清了一個說明書 以我不含不淡的日文知識 我好像領略到少少東西 我發現原來其實你對不對著螢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我做個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呢 就可以更加靈活地去玩這條腰帶了 我先放一下少少 那如果要使用這個TV Power 的功能 首先我們就要按一下這個TV Power 的鍵 那你見到有了紅燈 跟著大家看著 就是要使用這個TV Power 動作 一起用這個TV Power 動作 就直接用這個TV Power 動作 再一次一次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TV Power 動作 大家看到嗎?根本是不需要用畫面對著它 它純粹收到變身片段的聲音已經有反應了 所以這次它做到無論是用什麼來播放都可以 我們玩完A的復刻模式之後 我們是時候試試B的劇中模式 很簡單,我們同樣把開關鍵拍到B的一邊 你會看到連聲音都不同 同樣,我們試試Action按鈕 我們先按一次看看 好,今次按Action按鈕 它變身的效果就有劇中的變身腰帶的效果聲 之後它就說如果你連續按三次之後 第四下它就會變成劇中另外一個短板的聲音 但我試過其實是非常有氣氛的聲音 大家聽著吧 一下,兩下,三下 你會聽到它是連同光太郎擺變身姿勢的動作聲音 接著TV Power這個功能跟剛才那個也是一樣的 那就沒什麼特別 接著同樣這個TV Power模式 我們按一下,然後播片 在那個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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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爽啊 它這次的起動時間跟剛才復刻模式有些不同 其實我聽不清楚,它不知是否想配合劇中大家同步 而且也聽到這次有變身時的音效 以下這個玩法我自己覺得都非常生氣 因為這次真的由你自己叫的指令出來,它給予反應 其實大部份都順利的 但有一兩個,不知為何我叫它都沒有反應 好,現在我們試試怎樣玩 首先我們可以看一看 它的指令一共有五個,包括變身Henshin 第二就是出絕招Lider Punch 或者Lider Kick 至於第三,劇中有一招可以利用那條腰帶的王力傳 發出一些很高頻的閃光去擾亂這個敵人 叫做King Stone Flash 第四,就是它那一架的戰王號 就是Battle Hopper 第五,就是後期的電單車 這個羅特一號,Lodo Sector 好,較暗一點點燈,燈的氣氛好一點 好,首先玩法很簡單 將TV Power的按鈕按住三秒 你會聽它的Beet-Beet的響亮聲 這一盞燈亦會亮亮 之後我們就可以叫第一個指令 我們現在開始試一下 Henshin 好了,很難得非常成功 這個Henshin的指令 成功率幾乎90%以上 好了,我們試一下第二個 Lider Kick 好了,這一招就是它電影裡面的Lider Kick 以前電視播的時候 就譯作這個雷亭飛腿 Lider Punch Lider Kick 這一下非常簡單 以前電視播的時候 就譯作這個霹靂鋼錘 就這樣跳下去 一脫折過去 也是絕招之一 King Good Stone Flash 好了,這一招就是King Good Stone Flash 就是剛才我介紹過一個閃光 去擾亂敵敵人 去擾亂敵人 Battle Hopper 好,這就是叫它那一架戰王號 最後一招就是戰王號的回應 LORD SECTOR 好,這個羅特一號 除了聽見它電腦回應的聲音之外 也會看到它的電單車衝過來的引擎聲音 這個模式挺好玩的 這次這個錄製 其實都沒有什麼NG 基本上都挺順利的 它說明書就說 大概來2-30cm 麥克風就在這裡 大家玩的時候 就可以因應接收各樣去調整一下 還有聲音的高低頻 好,這次劇中模式 同樣 這個閃光燈的Flash 鍵 也是有反應 不過有一點點的分別 我們先試第一個 按三秒 這個是跟伏克模式沒有分別的 但是如果你這樣按一下 這個就是Black跳的時候的聲音 這個就是LIDAR PUNCH 即是霹靂降垂的聲音 而這個就是LIDAR KICK 這個雷霆飛腿的聲音 好,然後還有一個玩法 就是當你有兩件TV POWER的產品的話 它是會互相呼應,互相一起轉 但是你今時今的TV POWER 都是只有這條腰帶 那你應該也不容易找到一個同好 和你面對面 大家抱著這條腰帶 一起變身 大家在這裡響 所以這個呢 我自己也只有一條 那也沒辦法試了 好,那今次這條 蒙面超人Black的TV POWER 變身腰帶的伏克版 我就玩得非常非常開心 那說真的 四百多元 那就買回一個回憶回來 因為這條腰帶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 它還沒出伏克版之前 你要買回一條全新的 基本上我想都很困難 就算有也很貴 那今次這個伏克版 可以玩回以前的感覺之外 它也有東西更新了 其實真的非常開心 又可以對應到它播片 對應自己的語音輸入 其實真的過足人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作為DX腰帶的粉絲 或者是Black的粉絲 基本上這條腰帶 我都覺得你不需要考慮 就買一條回來玩一下 那今次這條 蒙面超人Black的 DXTV POWER 伏克腰帶 介紹來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讚、分享 按下旁邊的灰色鈴鐺 那下次有新影片 大家就馬上知道了 好了,下次再有新玩 我再約實大家一起開箱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請線 好